就像是一朵朵小花堆叠成饱满小山 要跟你说声欢迎来到雪白世界 不过眼前的爆米花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原料是它 一整袋在地宜兰米倒入机器 紧握研磨机耗时15分钟 每袋白米就能产出约50公斤的细小粉状 一天下来能用掉数顿的白米量 台湾的零食大部分都是用进口的原料 例如像玉米或者是小麦 那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既然在台湾 为什么不用在地的当地的毫米 与一般爆米花最大差异 就在于采用气爆技术制造 透过烤箱烘烤一个小时 口感酥脆不卡牙 还能减少30%的热量 24道工序1000平厂房 一天产能高达数万包 米的爆米花因为制神比较复杂 所以每一颗大小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在出产前的时候 还需要经过人工的方式 进行筛选 确保每一颗的大小跟品质 可以维持在一块钱的硬币大小 颠覆传统做法 甚至就连常见的起司口味 都花了两年时间试过数百种品像 才找到最大的口感 但回想米爆米花初期 最大困难就是市场的接受度并不高 我们在台湾一开始在做 这个米的爆米花的时候 因为消费者完全不认识我们 所以他也没吃过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管是想要上通路 采购 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被拒绝的 那后来因为我们开始做了那个快闪店 我们才开始一包一包的 跟消费者就试吃跟互动 从研发到产出花了六年的时间 每年能卖出两百万包 也打入连锁超市 外销到美国纽西兰等数十个国家 他们要用在地台湾面 变身零嘴走向国际 东赛新闻 陈亚红 傅一文 宜兰报导